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 各地与美食传承千年 历史不断更迭翻新 有抹不掉的记忆 也有惊喜的心声 家乡的味道却始终相伴 这一次让味觉凌驾一切 让初心回归雾底 跟随味味寻找乡愁 家乡菜中国味 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 蒙古族的牧民 一直被独特的美食滋养着 一月下旬 小年将至 黄色浸染的新巴尔虎幼崎草原 并未迎来往年这个季节的 纷飞大雪 虽然是个暖冬 但寒意不减 气温仍然在零下25摄氏度 今天特末尔巴特尔和老伴 奥尔金毕勒起得早 他们要准备几道正宗的大餐 迎接客人的到来 对于不速之客的到来 小牛有些无奈 鲜奶产量不高 却是做奶皮子不可或缺的食材 散落的蒙古包是草原上的风景 在凛冽的寒风吹拂下 尽情渲染着天苍苍野茫茫的 空旷和悠扬 就在特末尔巴特尔开始忙碌的时候 双龙和儿子也开始在原野上 训练受伤的草原雕骁 他要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将雕骁仿规大自然 练得挺好 练得挺好 老师 老师 有啊 有有 人太多了 对 你看 老师 受精了 他省了 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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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挺好啊 再练练就可以飞了 可以走了啊 再练练 再练练 过完年就可以找对象 下蛋 这个雕骁呢 这个雕骁呢 是18年8月15号的时候 有个牧民从铁色网上解救下来之后 我就给我打电话 我过来一看 是个雕骁 我去医院拍个片子一看 哦 骨折了 霎龙的动物 每天都有四 ility Ciao 个儿子 grupp说过来了 是望年礁 零下25摄氏度的气温 因为牛粪炉火被阻隔在蒙古包外 接下来是奥尔金帝勒的主场 将鲜牛奶徐徐倒进热锅中 这是制作奶皮子的第一道工序 此后随着铁锅温度的升高 要将牛奶高高扬起 多次反复 使牛奶与空气充分接触 形成奶磨子 奶皮子的灵魂就在于奶磨子 而奶磨子的薄厚绵密 则在于一个羊子 我们就好自我年代以后都做的 我母亲我们穿头我们来了 还有以后我俩姑娘做奶皮子 现在又没有时间没来 对于那些身处草原腹地的人来说 这些奶食品才更贴近他们原本的生活 奥尔金帝勒的这门手艺 无疑是岁月沉淀的结果 烧起烧落 不急不躁 就跑得很多的话 做奶皮子就很厚的 当厚实绵密的奶磨子 铺满整个锅面 然后调整火力 不让牛奶再沸腾 静置凝固 把接下来的工作交给时间 客人们陆续到来 蒙古包的空间被压缩 团聚的气氛渐渐浓郁 另一边 全羊宴的准备工作早已开始了 沉默寡言的特木尔巴特尔 整羊拆分 惊艳老道 羊的肋骨筋膜关节 早已烂熟于心 手下的刀刃不断游走 剖羊腹 取羊肚 然后是麻利地冲洗刷镜 大约半个时辰 整只的肥羊 已经被切割成了 大小事宜的树块 羊肚是天然的储存器皿 将羊肉块 装入有弹性的羊肚中 然后封口 这就是另一种草原特产 肚包羊 用动物的胃包裹食物 这样的方式并不显见 牧民会把装满羊肉的羊肚 放在室外的乐乐车上 储存整个冬季 在春天食用 过冬了以后 夏天三四月份时候 四月份时候就拿出来了 拿到那个肉 那新鲜的 那个羊肚 就好吃那个食 新巴尔虎幼旗 当地人俗称西旗 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核心区域 与俄罗斯蒙古国交界 有鸡鸣三国之称 它纵冠北纬黄金序木带 是有名的绿色生态牧场 据统计 新巴尔虎幼旗草原上 有135种天然植物 2010年 西旗羊肉通过了国家地理标识 保护产品认证 从此声名远扬 大人在忙活的时候 孩子们自有自己的小天地 玩一玩羊骨头做的嘎拉哈 那是陪伴他们成长的快乐游戏 而双龙和儿子下起了蒙古象棋 煮沸过后粮制的牛奶 在最上方凝固的油脂层 就是奶皮子 每七斤的牛奶 大概只能做出一斤的奶皮子 如今这样手工制作的奶皮子 市场价大概能卖到65元一斤 奥尔金毕勒将晾晒几日的养赌 用嘴吹气骨质最大 风口在室外风干两分钟 取回放掉气体 再将奶皮子装入羊肚中储存 放凉处阴干 是当地逢年过节 迎亲嫁女待客的上品 取走表层的奶皮子 剩下的兑上蜂蜜或者果酱 就成了今天可以享受的美味 草原上的人离不开奶制品 身体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都可以从这里获得 草原有着神奇的化繁为简的能力 手把肉的做法看似简单粗暴 实则门道很多 将现杀的羊肉带骨分解成若干小块 放在清水锅里 不加盐等调味作料 因为盐作为强电解质 会破坏羊肉细胞的细胞膜 使肉质中的水分渗出 从而失去弹性 口感变老 手把肉要用大火煮 待水滚沸立即出锅上桌即可 肉质鲜嫩 又保留羊肉的原汁原味 手把肉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蒙古 厄温克 达沃尔 厄伦春等游牧民族 千百年来的传统食品 西齐草原是天然的草原 而且草质非常丰富 生物多样性非常广 这个自然状态的放牧过程当中 牛羊肉摄取的营养也好 所以羊肉就好吃 今天杀羊了 吃肉 手把羊肉的吃法顾名思义 即用手把着吃肉之意 羊 牛 马等牧畜的肉 均可烹制手把肉 但通常所讲的手把肉 多指手把羊肉 配上特有的野韭菜花 豆腐乳 辣椒酱等蘸料 其鲜嫩不变 但味道更加独特 每一口都是梅与鲜的极致味觉享受 来 小姑娘吃啊 吃 吃好啊 团结肉是每人都有份 团结肉是民族大团结的意思 来 每逢这样的场面 双龙更是热衷于给孩子们 讲解草原上的传说 咱们看啊 这块叫团结谷 我们蒙古族呢 有个传统 这个空白的地儿越大 说明这一家越富有 你看 这就是我们牛骨做的一个工艺品 是不是这么漂亮 这是草原上的一餐 草原上的食物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这些食物更贴近牧民原本的生活 上午九点 纳仁和女儿恩赫结伴采购食材 纳仁的妹妹参加蒙古族传统服饰比赛归来 纳仁要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美食 蒙古包子 我们在家里的室内 是真正的 有时候向里面 是不是 你们一斤多少钱 有没有 不要 不要 有时 那边 那边 之外 大腿的瘦肉 现在我们不是要做包子不是吗 我们蒙古包子就得用这种 因为前腿 大腿的瘦肉 我们还得再加上羊蚁吧 太肥的也不行 这个还出树 咱们就得做包子 来 要一下这个 五块 宝宝 你看羊蚁吧还有吗 有有有 快来拿一个 快吃 行 这个 这个羊蚁吧 就是要这么大的 大羊蚁 辛巴尔虎幼崎草原上的人们 习惯在包子的肉馅中 放一种很特别的蔬菜 来调剂口味 这个不行 不行 这个颜色 你要做包子以后 颜色都变成这种紫色 吊散的问题 对 那个啥有吗 你在这个 行 这个就够了够了 那人退休后回到家乡 打算帮女儿开一家蒙古族 风味餐馆 回到蒙古包 已是中午时分 铁炉子烧干牛粪 这是草原上冬季常见的取暖方式 那就加一下牛粪 一会我们要炸果子 按照当地习俗 要做一道蒙古族小吃炸果子 这是那人的拿手绝活 锅加热 羊油下锅 这是第一道工序 这羊油又白 把它也不酸 以前我妈妈她们那个 给我们教的时候 说的时候是这样 必须三九天切 切开以后就化 这才是我们这个真正 发护炸果子的羊油 活面是第二道工序 用牛奶和自家做的黄油 面要活的软一点 你看 活面就是必须这么干净 这是我妈妈的什么的 我们要是活不干净 那就完了 那人兄弟姐妹八个 节俭持家 是妈妈留给儿女们一生的财富 饧好面后擀开 擀得尽量薄一点 更容易炸熟 你不能这么擀 这也不像那个擀面条似的 你得那什么 从一面开始来 从这一面来 哎 这个方面吧 不能搁得太多 在这个边上的 就这么先拿一下 完了这个边上也先拿一下 面皮切成长方形 用刀在中间 切三个小口 炸的时候不容易崩 熟的也快 接着下锅去炸 一气呵成 裹子炸的怎么样 更是一位草原家族女主人的门面 这些恰到好处的拿捏 是在悠长的岁月中摸索出来的 再由一位又一位的母亲 拉着女儿的手传承下去 蒙古女人为自己的家人 还有朋友亲戚 甚至是路过你包里的这个过路人做饭 再做一件好事 是 然后呢 会有福报 我选择经营一家小猛餐店 第一方面也是想把这个传统能继承下去 能传承下去 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就是说经济上的原因 再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想把我这个真真正正这种传统的美食 让更多人去知道 切吗 金黄色的果子炸好了 可以来忙活今晚的主角蒙古包子了 而这道拿手绝活的密集 则是化繁为简几个字 牛肉切大块 不能剁太碎 再放入切块的羊尾 增加香味 当地的特产洋葱是调味的上家食材 将肉和洋葱搅拌在一起 加点血添盐能提味 包子的馅儿简单到只有肉圆 洋葱 盐 我这个包子是一个肉 瘦肉 然后呢 羊尾巴 然后还有圆葱 它们三个的切法都一样 都是丁 和面 擀皮 包包子 出生在大草原的那人 细致麻利 没有一丝拖沓 包子刚上锅针 妹妹一行人就到了 寒风凛冽 却挡不住亲人再遇归来的喜悦 你给我们表演一下呗 我们也看一看 妹妹乌仁她们现场表演起了在舞台上获得无数掌声的民族服装秀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她们的舞蹈舒展豪迈 表达着草原人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包子出锅 热气逼人 咬一口 湯汁先露满一盘子 有经验的会先咬一个小口 先喝点这鲜美肉汁 再细致咀嚼薄薄的面皮和紧致馅料的融合 咱们那个巴尔虎羊 做出来的这个包子确实是从天然的 再有一个这个汤做的是特别好 这种包子用料实惠 汤浓 馅鲜 皮薄 有着面团里的手把肉的美味 草原上的夜晚冷风刺骨 蒙古包里的热度不减 这是草原最美丽的夜色 今天老夫决定亲自出山 去物色一只合适的山羊 为晚宴添一道大菜 包山羊 在当地老夫颇为传奇 从饭店伙计到大厨再到老板 几乎没离开过这一行当 用他的话说 喜欢 包全羊 这个要四个牙以上 六个牙 八个牙 有点老 所以四个牙是正好 它那倒在那 它那个 一年羊是长两个牙 两年总是四个牙 所以这个羊叫两年 也叫两岁的 包山羊对于食材的选择 有近似苛刻的条件 沙羊的皮硬 绵羊皮软 如果在里边割河柳时 包高温 它很容易爆 老夫在草原上长大 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用情至深 天鹅 书床 在大来湖的昂边 我只铁处尺 在浑人呗藏 把鹅卵石放在炉火上烤透 烤成红黑色 大概需要二十分钟 将洋葱 胡萝卜 尖椒 芹菜 香菜切碎 加入十三香 黑胡椒 酱油 蒜泥 味精和雪天盐入味 将羊肉与炙热的鹅卵石交替装入掏空的羊腹中 用铁丝封口避免跑掉热气 随后用喷枪制烤表皮 外部明火的辐射制烤 加上内部鹅卵石的热量传导 让食材受热更均匀 清冷飘雪的小院里 上演着雪与火的缠绵 夜幕降临 这场盛宴终于拉开帷幕 今天来的有俄罗斯蒙古国还有中国的好朋友 一起享用这道美餐 包山羊肉的鲜香味浓 外层羊皮的焦香四溢 让人胃口大开 包山羊这种近乎失传的美食 是巴尔虎蒙古族最传统最古老的记忆 让外国有人大开眼界 在这边 《梳芝珠园湖 seating》 …… 去边出 这边在那边 还有休息 我们如何观察 这是新班尔虎又骑草原上冬天的故事 奶皮子和赌包羊的储存 彰显着草原人的生活智慧 自然与文明的碰撞 也在双龙这位草原热血汉子的见证下继续 草原上的余灰与银河都很美 但也比不过一家人 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炉旁 温暖地感受美食味道 中俄猛三国间的友谊 在把酒延欢大快朵银中沉淀 延续 无论你走多远 吃过多少种未知惊叹的美食 却总有一种能让你千里迢迢 奔回那一片叫做家乡的土地 哪怕离家万里 哪怕世事变迁 这种味道都嵌在所有温情的记忆里 才下舌尖 又上心头 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